有些人在按下有些紅色、綠色的圖片 你會覺得好搞笑 究竟他們怎樣賺錢 我也試過在開頭 通常他們都是說你先交一下功課 交一下功課你就OK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維勞 Youth Talk 第八集 我是 Ocean 我是阿周 我是 Michelle 今天很開心阿周 我們請到一個美女將來跟我們聊天 Michelle今天跟我們聊甚麼呢 就是聊一下年輕人的炒股 是否真的那麼好賺 開始前我們就問一下例牌的東西 其實現在是否越來越多年輕人喜歡炒股 我炒股大概是讀完書之後 就出來炒股 炒了差不多一年多 我想都是禁止這幾年才開始玩 都是看到前輩或長輩 很喜歡在這裡禁止股市 或者你人知道 上班乘地鐵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在這裡禁止 有些紅色、綠色的圖片 你會覺得好搞笑 究竟他們怎樣賺錢呢 好像禁止幾個按鈕 很方便的 然後就接觸了 可能是幾年這樣吧 那麼投資的時候會不會投資很多 夠不夠膽 我說不夠膽 我投資比較算是長線投資 通常我投資之前 通常我不會相信網上討論區 它叫你投資甚麼都不會相信 通常我投資之前 就會先了解公司的資料背景 再估算公司有沒有前景 萬一你公司投資完兩年後就結束了 所以好像沒有了 有些人會以我而言 我通常會問一下長輩 例如爸爸媽媽 有空找寶事 就會跟他們說 哎呀呀呀女兒 這隻好啊 這隻怎樣怎樣 然後你可能上班 你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去看資料 你可能會透過其他的渠道 聽到覺得這隻好 才去網絡 因為不如有那麼多時間看才行 有些號碼太高了 那你們炒股炒過 是否已經熟悉 即是明白裡面的號碼是怎樣看的 看你分為港股還是美股 我的美股就是英文字幕 港股那些的話 其實跟美股差不多 只不過是金額和代號的區別 我自己就經常很羨慕 懂得炒股票的人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些是聰明錢 不過我無論怎樣學都學不懂 有人債有人蝕 其實我覺得我一定是蝕那種人 所以我不敢買 我也蝕過一開始 通常他們都是說 你先交一下功課 交一下功課你就OK了 但我聽到跟朋友都會談這些話題 有空來吹水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不是你們想想中港那麼好 我由一開始進入之後 我就沒有出過這個坑了 就是他們有些是穩賺的 有些是 通常他們會說是一些籃籌股 大的股 你進入的錢多 好像比你放在銀行多一點 既然這麼好賺 其實現在年輕人炒股 是否越來越年輕開始炒股 我覺得有 還有可能他們現在有很多渠道 可以找到一些資金 譬如是關東 有些人會借了之後 譬如你借關東 你的額色又低 我又慢慢攤場來還 我會拿過一些錢去試試 可能自己本身有些 我又聽到有些人賺不少 特別是讀Econ 通常一學員就是學耳致勇 他們就會立即 哎呀 Professor 今期上課的時候 又跟我們談談 這隻OK的 你們這些同學 可以上網看看他們相關的資料 圖跟上課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的 當作是練習 通常都會跟你們說 投資涉及風險 大家都要注意 就會這樣玩一下 剛出來工作 儲蓄不多 我們會否夠膽躺進去 會否先沽住一閘 我不夠膽 因為我還要日常開支 還沒計算 雙手有錢放在一個地方 你怎樣應付日常開支 所以我每次投資 就會分兩筆錢 日常開支 消費 期益卡 儲蓄 再加上股票 你說叫我躺身 萬一失敗了 那怎麼辦 難道我又再問 爸爸媽媽拿什麼 又好像沒有這樣的吉士 其實如果一失敗了 就很難回頭 除了廣股之外 我們好像亞洲說 我們都會涉及美股市場 你們覺得年輕人 會轉換美股的原因是甚麼 我的原因是 最重要是入手門檻低 因為美股的入場費是一股股 不像港股 每一個入場費是一百股 一百股才是一手 成本很大 其實玩廣股的話 都會有些錢或其他資金才能玩到 我一開始玩廣股的時候 就覺得 每次都幾萬元 幾萬元扔下去 扔一扔一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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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買一輛車或買個袋 好像更好看 但美股不同 一股一股購買 就花算很多 我自己就覺得 港股的話 我想現在有些人轉炒美股的原因 要不像你這樣說 沒人低 二來可能它的範圍會大一點 對 我自己也覺得 除了港股股之外 因為當時有一期 在某個很大型的網上討論區 他們說了買GME遊戲的這件事 當時大家都好像 靠它就可以發達 靠它就可以改變命運 靠它就可以買樓 大家對這件事都非常熱衷 特別是年輕人 大家會否覺得 他們的心態不太好 剛才我們所說的問題 會否躺身或沽著一扎 其實都是看本金的問題 而是看你的心理承受的壓力 有些人很有錢 但輸少少都會覺得很大件事 一定不可以躺身 要穩固 所以都擔心 萬一我們這些年輕人 不聽了其他小度的消息 無論是哪方面 媒體上或是貧盤上 聽到這些知識後 如果發生了這些資產急增 或是急跌的情況之下 大家的心理質素的控制 其實都非常重要 最擔心網上的投資提示群 你們覺得信不信得過 這個我有很多東西要分享 我們現在很流行使用一些社交軟件 例如WhatsApp、Twitter、IG、TG信號等等 我發現某幾個 我不說了 某幾個 他們無緣無緣無故 會彈出很多訊息 把你拘捕進群組 什麼日日發 天天向上亦日賺錢 那些名字很搞笑 然後你進去 然後就說某某先生 今天股市推介號碼多少號 然後就告訴你 這個價格你們就可以買入了 今天老師推介 跟你說 你穩守著它 然後一個星期 它到這個位置 大家就可以離場了 我發現很多很多這些小道消息 大約都發現有很多都是假的 基本上九成是假的 是嗎 其實這些信息是誰會做的呢 我知道它的背後的原理是怎樣的 因為我上網看過研究過 你想想 首先第一步就是 可能有些人假扮某某些投資經紀 然後開個群組 用了一些投資者進去 然後第二步 就發放一些福利票 就是可能那些 第一天買完之後 第二天就爆升那種 營造一個氣氛 覺得這個經紀很厲害 那些資料很猛 然後第三步就開始了 就是那個騙徒 就是發放一些小價股 你知道什麼小價股嗎 仙股 甚至價值很小的 就是吸引人們買 買完之後還要拍摺圖給騙徒看 買完之後 我入了坑 入了坑後 當那個小價股或仙股 到了高位的時候 那些莊家或騙徒就會放了所有貨 這個時候股價還未開始暴跌 所以那個受害者就是一群投資者 到這個第四步 投資者再追究的話 那個騙徒已經走了 所以投資者就追究 所以我沒有沒有 對 之前新聞也有過過這些情況 通常金額也很大 而且專門找一些很有錢的去進坑 然後他還要跟你說 現在拘捕你們進入,這個普通群組是一些普通的玩家 因為你有交到功課,騙徒有收到照片 你進入坑了,我現在就加入一個VIP群組 然後就跟你說,這些就是絕密消息 只有某幾個名額的人才能享受這些獨家消息 你繼續去買吧 然後就會帶你去一個更深的心坑,永不超新 所以是一個觸心理的步驟 這些令我想起,有時看電影會有彈出來的賭場彈幕 都是類似這些,多少錢就賺多少 即是倉庸那些人去買 其實這些炒股,然後被線,然後再蝕股 有些甚至不能翻新的新聞是越來越多 在我們香港,如果炒股玩這個遊戲,其實我們真的要放心 對 都花了很多時間 對,如果做到新聞那麼嚴重的那些 我們真的勉強大家要謹慎 對 今集我們就講了很多關於炒股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一些風險 觀眾們如果有東西想跟我們分享 關於買股票、炒股 都可以歡迎留言跟我們講 還有,買股錢記得要三思 我們下集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